那個IDC就是網路資料中心 以中華電信為首 例如他在渴望園區就住了一個很大的長區型的IDC 那我們本身並不認同在教育界未來整個教育園的基礎架構 是用長區型大型的IDC去建立、去架構 我們比較認同的一個未來的教育界使用的教育園的資料存取架構 是一種分散式的網路式的IDC 舉個例子 可能我們全台灣可能有800多個IDC構成一個網路 然後你有800多個IDC 有800多個就像繁星一樣散布在台灣國土上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IDC 有的在縣網中心 有的在若干 若干比較重大型的學校 有的在全國教師會 那當你如果變成這種網路式的像繫 它有很多優點 第一個優點就是它盡端利用 如果你剛才是長區型的那種大型的IDC的話 你所有 例如說我們全國現在有十萬個班級 十萬個班級在上課的時候 你如果通通上線的話 全部倒到那個場區去 但是如果你是分散式的IDC 你是每一個學校每個班級的金融是離你最近的那個IDC節點 所以第一個它符合競端利用 它比較可以流暢 那第二個它符合節能 為什麼符合節能 就是第一代建構教育雲 雲端服務的那些大廠 他們大概買制服器的機器用到五千萬 然後第一年的電背就用到五千萬 為什麼 因為你把整個場區 堆了數千台上萬台制服器 堆在那邊之後 然後它都在產熱 所以你要開冷氣給它散熱 然後除了開冷氣給它 它本身在耗電 那冷氣還要在耗電 有些冷氣不夠用你還要用水呢 對不對 你用各種方法 所以他們第一代 第一代的那個IDC 就是大概 大概制服器構資金貴五千萬 第一年電費就五千萬 所以後來到第二代的IDC 它其實它花了很多時間在這方面 花心思 那像其中最有成效的是Google 但是Google 但是 好 去年有沒有一個新聞 你們知道Google它的亞洲區的營業總部 是不是到台灣落腳 為什麼 有沒有知道為什麼 電費 電費 對啦 對啦 因為台灣是補貼工業用的電費 所以台灣的電費是遠低於亞洲各相關國家 那可見 可見 電費便不便宜 成為Google選擇它 IDC營運總部的因素 那你就知道說 電費的支出佔它整個 整個營運支出的比重 是相當重的 所以這種集中式廠居程的IDC 它一定會非常非常的好電 那兩關嘛 除了它運作要電 冷卻也要電 那分散式IDC就不會了 分散式IDC按照現在實作的結果 對不對 大概用精簡型的伺服器去堆疊 所謂精簡型的伺服器大概 大概清浪級伺服器大概一萬到兩萬左右 然後這樣一個四四方方的 然後你用機架給它一個一個堆起來 那大概堆一個一落的清浪級伺服器 兩萬塊左右一落的清浪級伺服器 大概就可以構成一個微型IDC 那最簡單最簡單的微型IDC 對不對 那個給你們看一下地址 你現在看到了 這我家 這一台 你這邊有沒有雷射筆 沒有雷射筆有沒有掃把 跟你講 跟你講 不要迷信高科技 雷射筆的功能跟掃把功能一樣 我跟你講 中間那一台 中間那一台就是什麼 就是我家的微型IDC 超微型IDC 非常非常小 旁邊這台平板就是這台平板 那現在我大概出門 我都會把平板當桌機在用 對不對 那你看到就是那個什麼 它現在就已經連通 連通那個 那個什麼 你們這邊投影機 前面有個鍵盤 這個鍵盤 USB鍵盤 你不一定要買很貴的 不一定要買很貴的 像這種藍牙鍵盤對不對 這個比較貴一點 你們辦公室的那個US鍵盤 可不可以拿來 拿來插那個什麼 平板直接打字 完全沒有問題 這樣你剛剛會是那個USB 拿來對不對 插進去完全可以打字 所以那個什麼 那簡單的腳架 那個腳架的Solution太多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前面這個就是那個平板 對不對 然後後面 後面的就是我家的一個超微型的一個IDC 我在外面做的所有簡報 影片 音樂 全部在 那上面 全部在上面 所以 我們使用平板的第一個 第一個 基本觀念就是 我不在平板上面放內容 為什麼 因為你要假定平板會遺失 這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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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場 食貨的遺失物最多的 就是Smartphone 聚會心手機跟平板 這兩年 所以你使用平板的人 你第一件事情 手機我就不講了 因為有人 有人那個手機 是拿來的 拿來跟小三聯絡的 對不對 我就不講了 那個 你拿到平板 使用平板的人 第一個概念你要假定 你平板 對不對 會不見 會遺失 所以基本上我們講 我們是不把 不把 不在平板上面放任 遺失的內容 遺失的內容都放在 放在我家的 那 旁邊有沒有看到 有一個Sincline 這個Sincline 是 大概 一般你們在辦公室用的 桌機 對不對 大概功耗是300瓦 然後這個Sincline 對不對 功耗 是25瓦 那為什麼 為什麼你桌機 那個功耗是300瓦 它這個Sincline 對不對 那個 那個功耗只有25瓦 因為 它沒有硬碟 它把硬碟拆掉 它把硬碟拆掉 你知道硬碟 每分鐘要跑到多少 一萬轉 以上 每分鐘要跑到一萬轉以上 所以你看啊 你那個風扇主要散熱 其實都是在放那個 那所以你把 你把那個 那個 硬碟拿掉之後 對不對 整個 整個 電腦的 那再加上它裡面 用的 用的CPU也好 各方面也好 通通都是 比較省電的架口 所以它功耗只有25瓦 那 當它功耗只有25瓦的時候 它可能就使用 那個 固態電容就好了 它不需要使用風扇散熱 也不需要開孔 所以它不會有灰塵 一般它的使用壽命 會比我們平常的PC 對不對 再多到兩倍 因為它不會有什麼東西 固斬 對不對 所以大概 那這個 我是把旁邊那個 給我老婆再用 那我給它用之前 對不對 被它打 對不對 為什麼被它打 因為 我故意把它設定成 它 因為它沒有硬碟 對不對 它沒有辦法把那個 什麼 資料儲存在它 電腦上面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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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個人有意思嗎 它只能把它的資料儲存在 儲存在我們家的儲器 就我們家的那個微型耐滴器裡面去 然後呢 不但它這樣子 我的所有東西也是存在上面 我家女兒的所有東西也存在上面 所以 當我們家這樣子使用嘛 使用電腦之後 就帶來嘛 帶來兩個很重要的改善 第一個很重要的改善就是 聯合心智 原來 我老婆有 她拍照完了 她有她自己的一套 一套 一套 照片的系統放在她的電腦裡面 對不對 我有 我活動照片的系統放在我的電腦裡面 對不對 我家女兒有她自己的 對不對 沒有 全部 我家就是一套知識管理 全部放到 放到一個 一個 吃不起 完全 我老婆我女兒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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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智被扛在一起 那第二個 就是 變成說我們家的人做事 不一定要特定小跑步跑到某一部電腦前面才可以做事 任何有網路 有網路連通的地方 你用Windows也可以做事 你用Linux也可以做事 你用Android用平板電腦也可以做事 這樣能夠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它已經變成 隨時隨地都可以做事 好 那 最小的 最小的 IDC 對不對 就這麼小就夠了 那 這個 撐一個家庭就絕對沒有問題 對不對 那如果你去堆疊 堆疊一個 一個 那個什麼 輕量級伺服器 比較 堆疊 堆疊五六個 大概就可以撐一間學校 好 無問題 像我今天去看到高雄這些中小 中型的學校 五六個沒有問題 大一點 十幾個學校沒有問題 大概就對於一落 大概就變成了 好 好 那 現在我們就要談到 談到一個問題 如果 如果 我們要以剛才講的那個微型IDC 就是這種 用輕量級伺服器 堆疊起來的 構成一個交易 就是大家 大家都可以一起 一起共享 就好像我們家三個人 可以共享內容的一個 要解決 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就是任何人 好 現在 現在 那個什麼 一切 對不對 通通都走向 走向雲端 對不對 當一切都走向雲端之後 那個 我們有很大的方便出來 就是我們可以不用 那個 不用那個 小寶庫跑到某個特定電腦上面 我們就可以做事 那你有沒有發現 你在任何網路會接到的地方 可以做事 它 要問你什麼東西 帳號的明白 所以 當一切走向雲端之後 我們人類 對於資訊的應用 有兩個根本性改變 第一個 URL取代了 檔案系統 或檔案路徑 你以前你會講 你會想說 我哪個檔案是放在哪一台電腦 的 稀疊還是低疊 稀疊低疊在哪一個資料夾 不是 現在往後呢 往後 你的那個 什麼 考慮了什麼 東西在哪一個URL 第二個 帳號跟密碼 取代了軟體安裝 你走到什麼 走到那個 什麼 那個雲端之後 差不多不太有 軟體安裝這件事情 以前我們講說 那個什麼 不行啊 你因為什麼 平板電腦 運算能力好像很薄弱 運算能力好像很薄弱 我如果要做那種很多點很重的 很傷的動作 例如說 影片剪輯 它做得了嗎 它可以在雲端做嗎 已經可以 前年 前年 Google的 WebDav 其中的影片剪輯 就已經放在上面 所以大概現在影片剪輯 都可以在雲端來做 那它只是 真正做影片剪輯的動作 是在網路上的制服器 它只是把那個剪輯的界面投影到 你的平板上面 或你的桌機上面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並沒有再使用你的資源 包括那個 今年 教育部他希望 他希望我們去用的那個 今年去做的那個 那個 校園自由軟體的 推廣運用計畫裡面 定做的 用定做的一個東西是 希望我們給教育部一個方案 虛擬機的方案 就是我在 我在伺服器上面 跑一台PC 然後呢 這個PC把他的畫面 投影到平板電腦 那 這個時候你在使用 你在使用 那個 那個 平板電腦的時候對不對 你以為你在使用PC 這樣能夠了解我的意思嗎 其實那個PC是用一個虛擬的機器 然後放在哪 放在某一個 制服器上面 然後他只把那個 虛擬機器的畫面 丟到你的平板電腦上面 然後呢 那 這個虛擬機器 它如果是Windows的 你在平板上面 用的鍵面就是Windows的 這樣能夠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那個 虛擬機器如果 RUN的是 Linux 它投過來的 你以為你RUN的就是 Linux 它今年債務要我們 優先要我們幫他做的方案 就是這個方案 這樣能夠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這種方案有什麼優點嗎 除了像剛才所說的對不對 就是你可以讓更多人 他不改變使用洗問 進入到這種平板的世界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巨大的優點 就是資訊的安全 我們做資安的人 有一句套話 就是你讓人要臨機 幾乎資安可言 就是你如果讓一個人 一個電腦高手 可以坐到你的電腦前面 他如果已經可以坐到你的電腦前面 不管你怎麼防護 什麼密法防護 不發國防護對不對 我查了 就破功了 這樣能夠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差不多就是 這個始終是資安很頭痛的問題 像你很多單位在過去這段時間 他一直考慮辦公室資安對不對 因為他考慮USB 對不對 那個 有人把他內部的機密資料 USB帶了出去對不對 所以他把USB全部都封掉 對不對 反正他用一切方法去做就對了 但是那個老話題 他如果可以讓人家坐到他的機器前面 不管他用任何防護措施 人家都可以嘛 都可以驅咒你的東西 那唯一現在出現曙光的 就是我剛才介紹跟你們介紹的 加古希望我們做出來的遠端桌面 虛擬機的遠端桌面 為什麼 因為你在使用虛擬機的遠端桌面對不對 你並不必要讓人家靈機喔 你并沒有讓人家靈機喔 isation